我是大东汪东肯 今天以一个新人的身份站在这里 真是太紧张了 当然会有人问 大东啊 都出道这么多年了 还在唱十年前的歌啊 因为新歌不火啊 当然也有人会问 都这把年纪了 还站在舞台上装嫩 我真没装 因为我是真的嫩啊 他是挺嫩的 但装嫩 卖萌 不是我今天来的目的 我今天来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想向各位喜剧老师们学习 还有跟各位喜剧前辈们好好交流 所以呢 我今天带来的作品 叫做汪东城的前半生 也算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回顾 不如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我学生时期吧 那一天 我遇上了我的同桌 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女孩子 我们就聊了几句 她就问我啦 大东 在学生时代 你印象最深的兄弟是谁呢 那就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啊 那你有没有什么最难忘的女孩呢 当然是同桌的你啊 于是她又问 大东 那你有没有什么最难忘的事情呢 那就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带走了同桌的你 当然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还有很多 例如说 你们知道有一句话叫做 初到即巅峰 那一句话就是在说我 周杰伦 陈小春 Jordan 汪东城 Giro 三人有一个三追计划 三人接力发唱片 周杰伦发完 陈小春发 陈小春发完 周杰伦发 周杰伦发完 陈小春发 陈小春发完 停止计划 他们发完唱片 编了 我 疯了 昨天呢 我来到了北京 吃了西红柿鸡蛋面 今天吃了涮羊肉 现在呢 在中央电视台录 金牌喜剧班 这北京话 应该是这样说的啊 我告诉你啊 昨天我吃了 凶柿鸡蛋面 今儿吃了双肉 现在在抓电台录 金牌喜剧班 我们节目这三字 背有面 背有面 我说大了东哦 你在搞什么哦 师傅跟你说话的 师傅啊 你可以好好讲话吗 你这样子讲话很机车 你好好讲 你听得明白啊 麻呢 根儿麻呢 在这儿 你先照个镜子 赶紧的啊 哪块没擦 赶紧擦咯 这玩意儿能往脸上怼吗 这孩子你说的 没法教你 你说我不照镜子 能干嘛 你又不让我帮客人剪头发 还好意思说呢 上回有一客户 跟你说你要给他剪个飞机头 结果你倒好 给人剪个头 整个郭老师似的 这种师傅给你评的事 师傅 您不就是把郭老师的发型 整成陈老师的发型 这很难吗 什么话 这是要记住的 再说推子不费电吗 是 还有 师傅 师傅肚子疼 你要招呼客人啊 是 师傅 小赛哥 是 对 你师傅呢 嗯 忙回去了 那就你吧 给我烫个头呗 诶 好 里面请 有人吗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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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里面请 里面请 哎呀 呃 我经常来你们家店 嗯 你啊 就看着弄就行了啊 我休息一会儿 看着弄是吧 安排 很实实 过来 嗯 麻了 师傅干嘛 麻了 啊 怎么还上手了呢 我 不是啊 那位帅哥叫我 看着弄 让你看着剪 你就看着自己剪嘛 你怎么这么臭美 你这么自验呢 你这么自验 你当一人去 剪什么头发 什么事啊 啊 师傅我先忙去啊 大东 大东 姑娘别大脸哦 哎哎哎 哎哎 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对不起师傅 师傅人真的特别好 虽然他常常说 大东 麻呢麻呢 整天照镜子啊 这么自烈 去当艺人算了啊 但确实受了师傅这句话的启蒙 我也走上了演艺之路 在此我要谢谢师傅 我相信我的戏剧作品 大家会更有印象 不如来回顾一下 我的终极一般吧 你也不知道终极一般 哪个零哪个龙 高校界文风尚胆 史上最长的高中生 黑欧榜上排名第三名 终极一般的老大 大汪大东 这就是我的神兵力气 容文敖 欲强则强 欲小强扁小强 肚子饿了 还能尖火腿长 来吧 标算力吧 海比吗 你是不是串系啦 你是谁啊 我是红太狼啊 我是灰太狼哦 你不知道网友们都说我是沸洋洋吗 那灰太狼去哪了 在那边 谢谢啊 不客气 好的 不如我们来一波青春校园的回忆 就是二作剧指纹里面的阿金跟湘晴求婚的桥段吧 我一年看两遍 我都去指纹 湘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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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导演组给力了 给力了 湘晴 湘晴 湘晴你看着我啊 我才是那个最爱你的阿金啊 湘晴 湘晴 你看着我好吗 湘晴你看着我啊 你说 江泽树那个家伙有什么好的 那个冷酷家伙到底有什么好的湘晴 你看着我啊 你看着我啊 湘晴 湘晴你咋回事你的颈椎会不好的湘晴 你也罢了我 哈哈哈 所以天天啊 毛了三光 杨尔晴 突如反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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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谁俩呢 向天 做好 大哥慢走 好嘞 是的 戏剧上的汪东城 跟私底下的汪东城 还是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例如说 我有一个很特殊的喜好 也是放松的方式 就是cosplay 这很帅 你刚才就不露脸了 尤其喜欢 逛曼展 天哪 钢铁虾 不是 没有没有我不是光铁虾 我是周杰尔 周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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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绷成这样 我忘得了你吗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老师们 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 我的前半身 希望我的后半身 能够在喜剧舞台上大方一彩 欢迎光大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